上回书说到刘秀君臣过了草桥关 走了十几里地 突然间遇见广平侯武汉全交侯马城 两个人下马参见逍遥王刘秀 这些云台大将可愣了 我们同官被封为小小的典史立母县城 这二位怎么是大汉的侯爷 因为八党奸臣在同官散将的时候 咱们前文书已然表过了 虽然是甲传圣旨私改圣旨 可是他们对于武汉的广平侯 还有马城的全交侯 王霸的淮阳侯没有改 武汉跟马城呢 还外加信都官的太守 信都官的俊贱 这两个人在信都官奏了十二年的官 不但他们两个人在信都官待了十二年 而且把好朋友陪同万修也带到信都官 在信都官十二年 这两个人是清官的 现在他们知道 逍遥王刘秀 奉更是皇帝的旨意 带天巡守 如同皇上一样 到河北开仓放粮 去镇济灾民 因为广平后武汉 全交后马城 是信都官的太守跟俊贱 他们是地方官员 就得尽水土之责 朝中派逍遥王千岁来了 就如同当今万岁驾到 所以他们必须派人去接 可是按战接就没有接着啊 他们就听说了 河中府大枪王刘廷 邯郸县县的小枪王刘林 在河中府汇兵 请来天下各路的反王 这些人汇兵能有好意吗 所以武汉马城就发出连环探马 大探军情 他们两个人得报了 小枪王刘林 在邯郸县背下葱台宴 请刘秀赴宴 武汉跟马城可急坏了 算计的逍遥王刘秀 在邯郸县是凶多吉少 君臣之意能够做官成败 不管吗 所以他们商议好了 就把部下的兵将调齐了 要到邯郸县去搭救刘秀 俗话说用兵之道贵在神送 可是他们的兵呢 散在各个县 把这些兵调到信都关集中 就耽误了日期 再加上河北连年荒寒 米贵如猪 行军打仗最要紧的 就是粮草 俗话说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你必须够齐了军粮 才能行军打仗 这样为了买军粮 又耽误了一些日子 等粮想准备齐毙了 探马前来禀报 说各路返王的人马 已然快到草桥关了 武汉跟马成就急了 把两员云台大将 陪同万修叫起来 带着一万大兵 前去迎接逍遥王千岁 走在中途 正好碰见刘秀军臣道 武汉立刻吩咐裂开阵势 炮声一响 大队人马把队伍裂开了 马成武汉这才催马而出 来到刘秀面前下马跪倒十里 刘秀是用手相掺 武汉跟马成站起来了 陪同万修也催马过来了 下马给刘秀十里 刘秀也用手相掺 然后众位云台大将彼此十里 君臣朋友久别相会 各宿离别之情 全都高兴啊 广平侯武汉全交侯马成 就请逍遥王千岁 到信都官暂避锋芒 这样可以养一养锐气 吸血脚 刘秀当然高兴了 有信都官作为落脚之地 再加上广平侯武汉全交侯马成 陪同万修 又是西日的云台大将 刘秀就跟云台大将答应了 可是刘秀不肯的现在就走 为什么心里边挂念着 草桥官上的贾富贾军文 冯义冯公孙 咱们输回头再说贾富跟冯义 在草桥官上勒马停蹄 等候着反王的兵将 时间不大 反王兵将遮天盖地 漫山遍野而来 等到了之后 一声炮响 打 反王人马就在桥北 把阵石裂开了 贾富贾军文跨下马 掌中画杆方天脊 冯义跨下马掌中三股钢叉 往对面观桥 反王兵将前面掌棋官高挑四面闹龙骑 在闹龙骑前都有一面黄国伞 每个伞下都有一位反王勒马停蹄 关敌撂阵 正当中 梁林在帅骑之下压住了全军大队 几十元战将偏将牙将重兴捧月一般 反王兵将是刀枪密牌煞尸威风 虽然这么多反王的兵将 贾富贾军文不害怕呀 催索下马掌中画杆方天脊下了草桥 用几点指 对面反王兵将停阵 现有贾富在此 不怕死者速来纳命 他这话刚说完 反王队伍当中有一个人催马而出 贾富一看这个人 是一位反王 头上戴着五龙盘珠冠 没错了 不是反王不能戴五龙盘珠冠 贾富看这位反王怎么这么眼熟啊 长得身体十分雄壮 看面貌面皮微紫 两道浓美斜插入瓶之入 天仓一双大眼 这眼睛这叫精神 朔朔放光 高鼻梁四字方开口 长得三山德佩五月香云 一部黑胡须 飘洒在胸前滋润一击 看岁数 已然五十开外了 头上戴着一顶 紫禁五龙盘珠冠 身上披着紫禁云片大叶甲 内衬一件紫段色滚龙袍 肋下配戴一口宝剑 绿沙鱼皮翘 金石剑金通口 大红绒身玩手 双锤倒挂灯笼色 红缎子软战裙 红绸的中衣 虎头战靴 牢榻在一对紫禁凳内 胯下这匹马 胭脂血 这叫好看 这匹马上边的毛 是红色的 这红的就跟红段子似的 那个颜色鲜艳 就跟女人 抹的胭脂一样 马特别呀 上边是红的 下身全都是白的 而且白毛也非常鲜润 贾父贾军文一看 就知道这匹马 叫胭脂血 这匹马 金安玉佩姓黄扯手 马挂威武林双提胸 马上这位王爷 掌中一对青龙疙瘩 哦 贾父看出来了 这个人是贾父的老朋友 老乡识 姓田叫田步 跟贾父贾军文是同窗好友 又是金林 两个人从小感情就好 而且败成蒙兄弟 因为在王莽卫灭之前 这个田步就占据 登州 荣州 济州 衍州 曹州 自立为大齐王了 田步为什么要自立大齐王 他要跟王莽争天下 既然要跟王莽争天下 要创当事业 手下就得有高人 他知道贾父 贾军文 胯下马掌中 画感方天脊 纵横天下 无人能敌 而且贾父熟读兵术 甚至兵法 贾父 唯人罪讲义气 这样大齐王田步 想让自己事业成功 他就请贾父 让贾父帮助自己 没想到贾父拒绝了 贾父告诉田步 你不应该在故土之乡 丧子之地造反 倘若刀兵一起 打起仗来 那么老百姓会不会倒霉呀 这是自己的老家呀 都是乡里乡亲呢 你不应该在家乡造反 所以贾父就拒绝了田步 田步请一丝不成 请两丝不成 最后田步就把狂话发出来了 说贾父要再不保我 我把贾父的家郡给抢来 贾父一听 君子绝交不出恶言 为了减少田步的纠缠 贾父就跟表哥 赃功商议好了 把田产全都卖了 带着金银 带着全家的家眷 千居到了抱越双怀岭 大欺王田步 再找贾父找不着了 直到大战昆扬的时候 贾父跨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急 骂他王莽百万雄兵大营 拖长大战 天下全都知道贾父了 传到了大欺王田步的耳头里 田步才知道贾父福保了刘秀 到现在了 更是皇帝无道 枪王作乱 大欺王田步 又打大欺国率领五万大兵赶到河北 在青龙山 跟大枪王刘廷 小枪王刘林 白汉王刘洪见了面 跟着忠家返王的人马 一直追刘秀君臣追到了草桥关 等人马把阵子裂开了 田步忽然间发现草桥之上 有贾父跟冯义 田步大吃一惊 等贾父催马拧起前来叫战了 田步催马就出阵了 贾父看出是大欺王田步了 假装不认识 田步在马上移报青龙边 请问 对面可是兄长 贾大哥吗 贾父一亚画感 方天急 什么人 跟我贾父 以兄弟相称啊 大哥 小弟我是田步 难道您真不认识我了吗 天步啊 我怎么会不认识你呢 当初你我结拜之时 咱们可都是安善良民 吃的是大汉朝的粮食 受的是大汉朝的语露之恩 可你呢 却自立大欺王叛反国家 我贾父可不敢高攀呢 你我今天格袍决议各不相认 田步在马上摆了摆手 大哥你言之差矣 小弟田步我可不是无故谋反啊 想当初王莽是大汉的兵部大司马 授决安汉公 是他败坏了钢场礼仪 弑军篡位 他把平地害死了 自立为大新天子 我田步要在故乡之地训练人马 上位国家除奸 下位人民除害 我要灭王莽 恢复汉使天下呀 不料想小弟还没出兵呢 刘孝在南阳晚城白水村行兵了 等你们君臣灭了王莽 我在大齐国就等着了 等候大汉朝国家对我招安 没想到更是皇帝降召了 让我田步把手下的兵将全都遣散了 只将我一个人骑着马到长安 面见当今万岁 去兵部头文 后旨封关 这谁不明白呀 这明明是要把我田步又到长安 然后把我杀了 我能去吗 贾大哥呀 现在大枪王在河中府会兵 要灭无道的昏君更是皇帝 保一位有德之主坐镇大汉天下 我田步才率兵到此 小弟田步我并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 不忠不孝的事情 兄长 你为什么跟我决了情意 贾大哥呀 恕我直言 想你在灭王莽的时候 跟随刘秀 身经百战 困卧马鞍桥 可饮刀头血 有十大汉马功劳 灭了王莽天下复兴了 你是功臣 就应该与国同修 享受大汉朝给你的富贵 可是怎么样啊 刘璇做了皇帝 刘秀做了逍遥王 他们享受了大富大贵 可你呢 没有沾一点国家的语露之恩啊 我看今天不如气了逍遥王 我把大齐国让给兄长你 让你在齐国自享富贵 我跟千王弟兄 杀本长安去灭 更是皇帝 不知道贾大哥你意下如何 贾父听完田部的话是勃然大怒 田部 你我多年未见了 我以为你的财食胜死当初了 不料想你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 我告诉你 逍遥王是一位人德之主 是一位国家的贤王 你虽然不信 但是 我贾父 二母十人 我跟着萧阳王千岁 两次患难 我对萧阳王千岁的威人 是知道得很清楚啊 田部啊 而且你既然跟千王会兵 你就是国家的大逆 你看 画感方天极在我贾父的手中 你要是不服吗 就尽管来着 好啊 贾大哥 我的良言你不听 你反而让我跟你撒马一战吗 并不是田部怕你 你既然愿意战吗 好 你就放马过来吧 贾父把马往前一催 抖画感方天极就刺 田部一看挤到了 右手边望外一刻 贾父的挤立刻拨头了 田部的右手边插的一下 就卡住 画感方天极的月牙子上 田部这青龙边 叫青龙疙瘩 他这边上有疙瘩 啪 卡上了 卡住了 可就不容易往下摘了 田部要用什么招数 田部要是推边挂印 大齐王田部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在众家反王当中是数一数二的 咱们前文书说过 非虎帅梁林有几家反王他不敢惹 一个是大齐王田部一个是平阳王公孙美一个是宾州反王铜顶一个是磁州反王高方 那大齐王田部的青铜边是天下文明的 他要使这招招数推边挂印了 一般的人要让他使成这招手中的兵人准得杀手 可是现在他卡住谁的月牙子了 卡住贾富画干方天极的月牙子 那贾富多大的本事 看他嘎得把自己月牙子给卡住了 贾富前把一使劲啪 挤头这么一颤 画干方天极使了个怪猛分声嘎巴一声 愣把双边给震开了 非虎帅梁林还有仲家反王手下的战将全都看着呢 好把实了 紧跟着画干方天极几劲 顺势往前那么一扎 田部躲没来得及 就把田部的挂甲勾黄给挑断了 插的一下这甲叶子就下来了 吓得大齐王田部亡魂睫毛 拨马弯回就摆 各路反王兵将看着真而切真 大齐王田部跟贾富在草桥关前 没走一个回合 挂甲勾魂就被贾富挑断了 差点死在几下呀 大家谁不想啊 田部这么高的武艺 敌不住贾富 换别人可更不成了 就在这时会儿 大齐王田部败回阵中 就跟非虎帅梁林说 孤在两军阵前被汉将杀败了 梁林虽然被攻举为元帅 但是他这个元帅 可不敢轻易得罪一家返王 他不能责备大齐王田部 千岁是远路而来 一路牢爬 请归队吧 田部点了点头 回归军中 往镇中勒马停蹄关桥 贾富跨下马掌中脊 岳武扬为较战 反王兵将天真 在下贾富 引己太岁雪天王 哪一个不怕死 前来那命 这时候反王队中冲出一匹马来 马上这人长得身高在八尺开外 好体型了 圆背封腰双肩暴龙 看面貌长得面似银盆 白中透润润中透亮 两道长眉一双朗目 鼻指口方胸前是三柳 默然黑胡须 头上戴着一顶亮银五龙盘桌棺 身上披着亮银锁的连环甲 内衬素断滚龙袍 胸前悬挂护心宝镜 身背后累着八杆素断色护背旗 累下佩戴一口宝剑 胯下一匹银宗马高八尺 提着被长杖二头之位 宗尾乱炸 标满肉肥 安产搅环鲜明 这位反王手中勤着一口三尖两刃刀 一派如将疯动 甲父甲军文一瞧这口三尖两刃刀 甲父就瞧了瞧这位反王 为什么 因为这口三尖两刃刀 跟别人使的三尖两刃刀不一样 这口刀是木头刀杆 敢使木头刀杆 上前杀敌的 这个人的本事 可跟别人不同啊 武艺不高 他不敢使这木头刀杆 甲父一亚滑杆方天急 对面 来将给我通名报信 这个人在马上一横三尖两刃刀 咕平阳王公孙美 甲父一听 甲父可为难了 这个公孙美是谁啊 这个公孙美是宝军山大侠 立地金刀公孙树的亲兄弟 义乃同胞 而且这哥俩又是同师授义 一个人所传的功夫啊 这哥俩三尖两刃斗 武艺绝伦 无人能敌 因为三十六元云台大将 在昆阳结拜了 云台大将当中 有小撮的非天代王志军章 这个志军章呢 又跟大侠立地金刀公孙树 是蒙兄弟 云台将跟公孙树 也算联盟的把兄弟了 现在看见公孙树的亲兄弟了 看在公孙树的份上 也不能下毒手啊 甲父先说我不下毒手 这个公孙美对待我如何呢 他要手下不留情 我这仗怎么打呀 所以甲父看见公孙美了 很为难 这时候公孙美就问 你可是云台将甲父吗 然也 公孙美催马举刀奔甲父 甲父斗己奔公孙美 到底两个人此战如何 下回再说 要苦呓 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